大家好 劳工安全衛生法的修正案 已经出了卫法委员会 明天要朝野协商 我们希望今天可以增列 劳工安全衛生法的修正草案 因为如果明天朝野协商有结论 也许我们礼拜五就可以来通过 第二点呢 民进党党团增列第六十四案 这个就是请 请大家决议 政府应立即停止继续新建核四 并依环境基本法 规定推动台湾成为非核家园 还有第六十五案 就是说要求经济部应急撤销 今年十月将行调涨的电价公告 而且未经立法院审定电价 电费的计算公司之前 经济部得质疑调涨电价 那我要拜托大家一下 就是说去年的五月二十八日工商时报报道 德国他们去年的夏天 单单太阳能的发电 还不算不计算风力发 单单太阳能的发电 发了二十二个Gigawatt的电 等于二十座核电厂的发电量 那德国是会下雪的国家 那些设备如果放在台湾可以发将近三十个核电厂的发电量 那德国政府特地在他们的宣布里面 他们讲明二十二个Gigawatt是他们上班时间全国用电量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假日全国用电量的二分之一 在福岛核栈2011年 这个三月爆炸的一月 刚刚好这个我们去德国访问 那我们外交部的人员也跟我们做简报 说在2010年的年底 德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个2050能源规划法 他们法律规定到2050 他们的80%的电力要来自绿色能源 也就是说绿色能源成为德国的基载电力 所以说绿色能源是不稳定的 这完全是违反事实的 那德国风光互补 就是风力发电跟太阳能互补 实际上成为稳定的电力 那陈摩新教授也特别的强调说 未来的先进国家呢 那个不需要燃料的电 一定要成为基载电力 需要用靠燃料来发的这个电呢 要为这个不需要燃料的电来服务 那事实上德国就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立即停止新建核市场 因为核市场前年跟我们要了140亿 去年要了120亿 今年要跟我们要四五百亿 明年还不知道要多少 要了这些钱 是不是可以安全顺利运转 现在都还说不准 那林中尧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也讲了 按照他的方法要到明年 最快到明年三月 搞不好要到明年五六月 才有办法确定核市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停止新建核市 然后赶快启动非核家人 就像德国一样 那台湾的太阳比德国还好 这个我们有太阳的帮助 事实上真的不用怕缺电 也不用怕电不够用